我们今晚将见证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今天较量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杀到前场 所以说足球场嘛就是风云变换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裁判失忆犯规在先 裁判警告了一下没有掏牌 可能裁判也觉得现在掏牌稍微早了点吧 尝试直接找另一边的队友 再重新调整进攻 黄霜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远腾纯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船中被对手拿到了 他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把球拿到 机会来了 状态出得非常早 一上来就领先了 看下回吧 谁让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还秀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远腾纯 长谷川伟 一脚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带球直奔对方 球门而去 精彩的挑船 通过大范围转移寻找薄弱地带 他们错过了一个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机会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犹豫 可惜球没有打进 长谷川伟 三宅使之 球权一主了 清水泥沙 切断了对手的球路 强弹成功 王珊珊 张欣 王珊珊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开启高压 马上就有效果 球权抢回来了 尝试射门 球尽了 一脚无敌的远射 洞传球门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跳打门呢 是啊 这脚射门离近区相当遥远 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 这球不是世界波 也得是宇宙波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漂亮的拦截挡住了这脚穿中 准备解围出了底线 进攻方获得了脚球 这次选择慢慢来 脚球又来了 脚球选择了传前点 想要和对手重回同一起跑线 就得再进一球 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这脚大范围转移充分体现了他的开阔的视野 往刷 球被拦了下来 掌鼓穿围 绝佳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张欣 传给了王珊珊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三宅使之 杀到了对方半场 这次进攻本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过球还是被对手断走了 第四官员举牌示意啊 不示意分钟 咱们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中场休息结束 现在继续这场世界杯小组赛的下半场 这个大范围转移的视野很开阔 一次抢断 顺利的拿坏了球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机会措手可得了 球进了 这是他们今天第二次洞传对手大门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一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他在边路几乎被放空了 这球脱脱的 啤酒应声入网 来看一下进去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加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三比二 这是个要吃牌的动作 看看裁判怎么说 逃过一劫啊 裁判没有直接掏红牌 他应该也在暗自庆幸啊 不过拿了黄牌 接下来的比赛 也应该小心一点了 这么远的距离啊 很难发近啊 我觉得他应该选择 闯给门前的队友就对了 就算打在门框范围内 速度已经降下来的皮球 实际上说实话 也威胁不到球门了 掌心 断球阵弓 零碎直枪 来到对方腹地了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他们能利用好这个脚球吗 队友打了个战术 山田飞和 这球打到横梁上 改变了方向 直接弹回了场内 还有机会 今天 他们不太走运 这个球如果打进 就可以半平比分 但很可惜 门框成了他们面前的 最后一道障碍 这个平抢破坏了对方的脚下球 这个平抢破坏了对方的脚下球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远藤淳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掌把球抢断了 传给了王珊珊 直接起脚拉 直接波啊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距离至少有30码开外了吧 估计球迷朋友们都和我们一样啊 张大了嘴巴 久久闭不上 无法回过城了 世大力沉的一脚远射 是啊 我们看到他在离近区 还有很远的地方 就起脚打门 这脚球也是世大力沉 角度刚刚好 这是一粒史诗般的远射进球 太精彩了 这个进球足以被载入史册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效果还是有的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 一个挑船绕过防线 啊 跃位了吗 是的 跃位了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可惜碰上了火眼金睛的边才 张鑫 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 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 长谷川伟 还没有拿球了 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 一次完美的个人表演 完完全全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 太漂亮了 无论多少次看见这个动作 大家都一样 会由衷地发出赞叹 马赛回旋 一个冲了了传奇故事的动作 这一次啊 他用这个动作帮助自己完成了进球 分差太大了 山田飞和 尝试一脚穿越球 这个区域啊 传好了就能威胁球门 防守队员 堵枪眼成功 王珊珊 根本连立柱都没碰到 打得太偏了 他们现在要换上一个新的队员 山田飞和 山田飞和 远腾纯 双方在拼抢 台盘没吹 进攻有力 山田飞和 他突视冷剑 但被防守队员拦了下来 主打扮出赤了黄牌 这是不给刚才那次犯规的 脚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门将把球拖出了横梁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又是一个脚球啊 这球算是稍微挽回了一点劣势 不过比赛也快结束了 目前的比分是6比3 李孟文 传给了王珊珊 过顶挑传 防守队员及时出脚 把球解围出去 这样这次危机就被化解了 有本光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走边路 好的 前场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全场比赛结束